大家好,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就正式进入商法部分的学习 那么首先来看的是比较简单的第五章,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先把握一下这一章的基本情况 首先来看的是考试的基本情况 那我们看到,第五章在最近这些年的考试当中 出体情况一直非常稳定 一直是每套考卷里七分的分值 具体体现为四道单项选择题,两道多项选择题 也就是不涉及案例分析题 那第五章能不能涉及案例分析题 从出体技术角度来说,肯定是可以的 非编很轻松就能编出来 可是事实是,专业阶段考试当中已经十年了 第五章再也没有在主关题当中出现过 咱们最后一道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案例分析题 出现在2012年 所以,咱们第五章的复习 主要朝着应对小题目的方向来进行就可以的 虽然我也不排除说 今年出体老师掐着一算 用十周年了 好,咱来到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案例分析题纪念一下 那,人家愿意出的话,咱肯定是拦不住的 但是,咱会鼓掌欢迎,对不对 面对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案例分析题 那要比面对并购重组的证券法律制度的案例分析题愉快得多的呀 好,这是考试情况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教材的主要变化 两条 第一条,根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在合伙企业的设立登记 合伙企业的注销登记当中 新增了许多规定 那么这些新增的规定 今年在您的考卷里占一个小题 这事儿基本是铁定了的 那新增的规定 我按照我的判断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就给他写到了讲义当中 课上呢会给他念叨 您先把我写在讲义里的课上面叨的掌握清楚 然后有时间自己再把教材对应的区域再看一看 这样我努力 您也努力 咱双保险一上 这道铁定了的小题目 应该就真的铁定了 跑不脱了 好,第一处主要变化 第二处主要变化 新增一个典型案例的裁判摘要 案例本身没讲 加进来的是裁判摘要 那么这个裁判摘要呢 改变了一个规定 我们原来的理解 所以这有观点改变 算是一处主要变化 大家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尤其是之前学过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同学们 好,这是教材的变化情况 那么第五章的复习方法 首先第五章理解难度真的低 但分值七分是摆着的 一直很稳定 所以第五章首先是重视它 它的分值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合同法律制度 证券法律制度去比的 那动不动就15分以上 可是你要论战略地位来讲 第五章的地位一点都不低 您琢磨一下 理解难度低 意味着世人 好好努力就能学明白 然后考的是贺关题 意味着题目是比较基础的 所以只要我们努努力 这七分百分之一把 一分不落 全部要进账的 那我们CPA过关 60分就可以过关了的呀 你七分稳稳的就在手里握着的话 那离过关 相对来说就要静一点点了 对不对 要轻松一点点了 这七分很重要的 这七分再手 要蹦过60分就比较简单 这七分要是一直丢一直丢的话 那蹦过60分的难度就更高了 这七分实话实说 完全是送分来的吗 在考场上最悲催的事情 不是难的内容拿不到分数 最悲催的事情是 一看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题 一个又一个拿不准 这是最惨的一种情况 难的分数大家都拿不到手 这有什么稀罕的 关键是简单的分数 得拼命的把每一分都拿到手 这样别人就挂了 你就过了 好不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章到底怎么学 首先要理解好各项规定 在基础阶段学习第五章的时候 耐心一个规定一个规定 彻底把它理解透 理解透了 您会发现 第五章没有什么特别可背的东西 背的东西其实不多的 那么理解好的基础上 注意两个事 一 考题要充分利用 咱们今年第五章算是 最近十年来 教材变动最大的一年 嗯 但是改的也是边边角角 没有改核心规定 所以考题长期积累下来 很多很经典 这些题目我们出题老师 完全可以给他拼组在一起 在改装改装 在您今年的考卷里重现 考题一抓 那一个铁定的小题目一抓 这七分基本就进账了 要重视考题的利用 然后我们这七分考的是客观题 所以呢 很重视基础概念的考察到 基础概念基本特征 基本原则 我们一直都是小题目里很关注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学一些比较难的规定 深入的理解它没问题 关键抽身出来 什么叫做无限连带责任 什么叫做合伙企业财产等等 不要视而不见 小题目里考是越基础越重要 好 这是我们唠叨的这一章的基本情况 不唠叨了 接着看单元框架 一共四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概述 第二个单元谈普通合伙企业 这是我们第五章最重要的一个单元 因为这一单元介绍的不仅仅是普通合伙企业 介绍的还是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一般规定 为什么说是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一般规定啊 因为不仅仅普通合伙企业遵守这些规定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 有特殊规定按特殊规定处理 没特殊规定得回来用普通合伙企业的这一堆规定的 所以第二单元是一根标杆 它是一般规定 另一个角度来说 你知道一般的长什么样子 你后头学特殊的才知道它特殊在哪 第二单元很关键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概述 概述这个单元当中 首先会谈到合伙企业的特征和分类 其次会谈到企业债务清场的基本规则 那我们把企业债务清场的基本规则 给大家滴流到第一单元里就给大家 其实是希望大家 从债务清场的规则 去感知合伙企业的核心区别 去感知合伙企业的突出特点 好 先看特征几分类 特征教材是列了五条特征 这种学理性的东西必须按教材走的 第一个特征 合伙企业是合伙人共同出资 这个好理解合伙人们都得拿点东西 一起来投资设立合伙企业 然后合伙企业是合伙人共同经营 这一点跟公司的区别蛮大的 公司我们是股东们出资 然后聘一帮董事高管来经营 合伙企业到时候你学一学这个事务执行的形式就知道了 全体普通合伙人共同执行 一个数个普通合伙人来执行 合伙人亲自参与事务执行的 共享收益不说 关键供担风险 教材来谈到供担风险是最关键的特征 那么这里边 这个供担风险是最关键的特征 教材主要是站在和其他合同相比较的角度来谈到 其实只要你这是一笔投资款 这个供担风险这个特性就应该体现出来 如果一笔投资款 不担风险收取固定利润 说我投一笔款向到假企业 然后跟假企业约定好了 不仅过了十年 你得把我投资款的本金给我 然后你每年还得固定的给我多少多少钱 约定那个固定利润 大家注意 当我们投资款约定了固定利润的时候 很可能就被认定 这不是投资 这是借款 你想想是不是 借款那才是要还本还要付息吗 利息每年百分之多少 约定一个年利率 对不对 投资的话是中了 大家一起分 亏了的话 大家分担 所以投资和借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有没有供担风险吗 所以就说供担风险是最关键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 那如果说合伙企业和公司去做比较的话 那么合伙人之间供担风险的意味 其实是比公司要强烈的 因为普通合伙人 未来要对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对不对 面对债权人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共患纳 股东呢 一般就不会了 股东是有限责任 好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合伙企业的信用基础 最终取决于普通合伙人的偿付能力 是的呀 这个最终是普通合伙人来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合伙企业本身穷点 问题不大 普通合伙人不能穷 也就是反方向 当你在和合伙企业交易的时候 不能光看这个合伙企业本身 更关键的是 这个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是谁 他家普通合伙人比较牛 那我也是觉得这个企业比较可惜 第三 合伙企业是没有法人资格的 这个我们在第一章里头给大家谈到过 合伙企业个人独自企业是非法人组织 他们没有法人资格 好 第四 合伙企业的内部治理高度灵活 是的 您一学就知道了 我们动不动就是 有约定案约定 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到时候公司一上手 先是不准约定 必须股东会股东大会来决议 算了 让你约定 只能在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当中二选一 当然还有一部分也允许自由约定 可关键 这条条框框就太多了 不像合伙企业上手 大批量的 有约定案约定 爱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好 第五 合伙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合伙企业是企业所得税的透明体 说王某 李某 张某 三个赞人 共同投资设立了A普通合伙企业 挣了钱 挣了三百万 A普通合伙企业是不需要交企业所得税的 那这三百万 各分走一部分 也许是按比例分的 由他们自己去交自己的钱 这个个人所得税去 个人所得税 这是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 合伙企业本身不交企业所得税 由合伙人各自考虑自己的所得税 都是赞人 那就是赞人的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 都是企业 那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规则去处理 所以未来学税法的话 你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先分后税 合伙企业是先分后税 把这利润先分了 然后由他的合伙人自己去考虑自己到底要交什么税去 好 那这五个特征 坚决不要扳着手指头去背 先感知 后面结合具体制度的学习 你肯定能够做对这种题目的 21年的提议 关于合伙企业的特征 哪个表述是正确的 A 合伙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 不不不 他自己本身不交先分后税吗 B 合伙企业具有法人资格 没有 这是非法人组织 C 合伙企业的内部治理高度灵活 这倒是对的 各种爱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D 合伙企业的信用基础 最终取决于普通合伙人的产妇能力 对的 所以这个题目我们选择CD两个选项 好 再来看21年的这道单项选择题 说与其他合同关系相比 合伙关系最关键的特征是 供单风险 我们给他分析过的 好 第三 假这个有限合伙企业 给他的普通合伙人 以 丙 和丁 各分配利润100万 谁叫企业所得税 先分后税 以并定去交 选择 选择 选项 好 紧接着分类 分类这些PPT 放在这里是用来作为我讲课的证据的 要不然我空讲 大家不相信 大家不用背 听我讲就可以了 我们合伙企业 我们合伙企业有两大类 第一类叫普通合伙企业 第二类叫有限合伙企业 那么只要我们说普通合伙企业 那就是所有的合伙人都是普通合伙人 倒过来讲 普通合伙企业里不存在有限合伙人 没有 虽然我们普通合伙企业会进一步区分为 普通合伙企业和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有同学说 老师你就说啥呢 普通合伙企业分为普通合伙企业和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我这样说你就好理解了 普通合伙企业分为一般的普通合伙企业和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是不是好理解 关键 看法条 考试 实物当中 谁给你写一般普通合伙企业 没有 只要不提特殊的 上来就说普通合伙企业 就是一般的普通合伙企业 能理解吗 所以普通合伙企业分为普通合伙企业和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那么即便是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未来会告诉大家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合伙人是承担有限责任 但是他也是所有合伙人都是普通合伙人 也就是即便在责任承担上 只承担有限责任 可是这个人在身份角度上去理解的时候 他还是普通合伙人 我的身份不改 就是普通合伙人 但是对特殊债务 我只承担有限责任 所以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给大家强调的 普通合伙企业 不论哪类普通合伙企业里 不存在有限合伙人 所有的合伙人都是普通合伙人 那只有有限合伙企业里 会有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 两类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只存在于有限合伙企业当中 好那还有一个事情 我们在讲框架图的时候给大家谈到过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有特殊规定按特殊规定处理 没特殊规定会适用一般的普通合伙企业的 那些一般规定 好这是企业类型 把握好 这些PPT不用背 往下走 普通合伙企业债务清场基本规则 那企业债务清场的基本规则 第一条合伙企业对其债务 先以他自己的全部财产进行清场 企业债务 企业先还 以企业财产先清场 合伙企业不能清场到期债务的 普通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什么叫无限连带责任 这里头是两个层次 一无限责任 二连带责任 无限责任是一个补充责任 也就是先企业后个人 这是企业债务 所以你拿企业财产先还 普通合伙人垫后 这是无限责任的一个含义 只不过当普通合伙人垫后该塌了 那么在债权人面前 N个普通合伙人是连带关系 所以就谈到债权人 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 叫清场利益 实际上就是他想怎么地怎么地 请求全体普通合伙人当中的 一人数人承担全部或者部分债务 切财产还了60万 还剩40万不足 好这40万 我看甲义秉丁四个普通合伙人对不对 爱找谁要找谁要 爱要多少要多少 不超40万就行 甲你来还认40万 甲还10万 已还30万 可以 按照我债权自己的清场利益 任意的抉择 爱找谁要找谁要 爱要多少要多少 那有一种情况 合伙人之间可能会约定说 我们对债务各自承担多少 这叫合伙人之间的内部分担比例 内部分担比例在合伙人之间是有约束力的 对债权没有约束力 在债权面前 合伙人是连带关系 把债权满足了 合伙人之间就变成了暗分关系了 合伙人之间按照亏损分担规则来分担亏损 亏损分担规则是什么 有约定按约定 没有约定继续协商 协商不成按实角出资比例来分担亏损 没有实角出资比例的平均分担 约定协商实角平均 好 那纯说规则本身觉得很抽象 我们举例子 谈到贾 乙 比 丁 四个合伙人 他们共同投资设立了 A 普通合伙企业 约定 说未来挣了钱或者亏损了 我们让叫2比1比1比1来分担 这就是亏损分担比例吗 有约定按约定走 然后A企业他欠了B企业100万 现在借款到期 A企业财产只剩60万 A的全部财产只剩60万 那怎么处理 第一步 先企业 所以第一步是先拿A企业自己的60万财产去清偿给B 可是清偿了之后 还有40万 不足清偿啊 怎么办 对这40万 这是普通合伙企业 贾一丙丁全是普通合伙人 对这40万 贾一丙丁对B承担连带责任 在B面前 贾一丙丁是一个连带的关系 意味着这40万 由B来选择 他爱找谁要找谁要 爱要多少要多少 加 还20万 已还20万 不找丙丁 可以 贾一丙丁你们各只还10万 可以 如果丁跳出来说 我们约定2比1比1比1 不管 在我B面前 没有什么2比1比1的事情 没有 你们俩 你们四个是连带 所以第二步 就不足清场的这40万 贾一丙丁连带 那我们假定 这个贾把这40万给还了 全还清了 那B你就撤退了 你得到了全部清场了 剩下的就是贾一丙丁 他们四个人之间的事情了 这40万贾承担2分 剩下的找乙丙丁各追查 5分之1 也就当他们在内部分担的时候 是按照他们约定的亏损分担规则 来承担 按分责任 这是第三个层次 来看图 三个层次必须搞清楚 一 先企业后个人 这层叫无限责任 对不足的40万 贾一丙丁连带责任 第二层 在B面前 贾一丙丁是连带没错 但是把B满足了 贾一丙丁他们四个之间说话的时候 就变成什么 按分责任了 这2比1比1比1 对B是没有约束力的 但在贾一丙丁他们四个之间 是有约束力的 无限责任 连带责任 按分责任 能理解吧 好 那再换一个词 对这100万的对B的债务 贾一丙丁将无限连带责任 打勾 对这个不足清场的40万 贾一丙丁将无限连带责任吗 将连带责任了 无限的部分结束了 对不对 对这100万 无限连带责任 对这不足的40万 连带责任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理解啊 先把它把握好 那这个小提示 就留给自己 课后去看一看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例题 某普通合伙企业 贾一丙丁 四位合伙人 协议约定债务平均承担 现在企业无力清场12万 就已经是不足部分是12万了 无限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现在要连带 加还了9 以还了3 那内部怎么追查 那这个以还了3 这个12万 平均分担 应该是各3嘛 所以以还了3 他自己就应该负担3啊 所以是甲向饼 甲向丁 各追查3 4个合伙人 内部是平均的 甲可以向丁 追查3万 不是6万 甲可以向丁 追查3万 对的 是这个题要选择 递选项 好 这是普通合伙企业 三个层次啊 无限 连带 案份 紧接着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我们谈 有有限合伙人 有普通合伙人 那么普通合伙人 要承担无限责任 这是一个普通合伙人 多个普通合伙人 就是无限连带责任 那如果是有限合伙人的话 就以认缴的出资格违线 来承担有限责任 那我们强调 比较于认缴的违线 不是死缴的违线 好 在这里给大家小例子 说甲乙丙丁四名合伙人 成立一个A 有限合伙企业 甲乙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是有限合伙人 那么合伙人的出资 全部交清 A欠债权B 100万到期无法产户 A全部财产剩60万 怎么办 其实还是第一步 企业债务先移企业财产还 所以拿这60万去还 那么对不足清场的40万 怎么办呢 40万 瞧黑板瞪大两眼听 甲乙承担连带责任 丙丁没有责任 不是丙丁要有限责任吗 不是啊 如果我问你 这100万丙丁承担什么责任 丙丁是有限责任 什么叫有限责任 我的责任财产交到A这里了 A拿出去换给B了 我的责任就承担完毕了 我不用再从兜里掏钱填亏空啊 像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 这个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到底什么叫有限责任吗 公司的赔完的就赔完了 我就不再掏家里的钱去补亏空了呀 那叫有限责任呢 所以丙和丁出资已经在这60万里头了 60万拿来还给B 丙丁的有限责任 是不是承担完毕了 所以对不足的这40万 丙丁还有没有责任 没有了 要不足的这40万 还得掏清钱来补的话 就不叫有限责任了 你评评 所以对这100万 丙丁是有限责任 没错 已经是60万出去还了 对不足的40万 就没有责任了 只有甲乙还需要承担连责任 至于说甲把这40万还掉了 那B就美美的走了呗 第二步就结束了 第三步 甲乙之间会有一个内部暗份分担的问题 那怎么分担不在我们考试范围呢 我们就不管那么多了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有限合伙企业的 这个小案例 那么有限合伙企业这个案例 要求大家必须把课件停下来 你自己琢磨琢磨 对 不足清场的这40万 甲乙是连带没错 但是无权要求比丁掏腰包 有同学学合伙企业法学 公司法学了 N年了 什么叫有限责任 从来没想明白过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 你把它想明白 对这100万 丙丁是有限责任 没错 对不足的40万 丙丁就没有责任了 否则就不叫有限责任了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单元 大家借助我们普通合伙企业的债务清场规则 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清场规则 感知一下这两类企业 它的核心套招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五章最最重要的一个单元 普通合伙企业 那这个单元考点有点多 但是呢 主要还是理解 所以慢慢来保持耐心 首先是设立的问题 紧接着财产独立的问题 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是相互独立的 所以个人债务也不要随便拿企业财产去还 就想体会这个事情 然后是事务执行 然后是发生重大变故 入伙退伙怎么办 最后解散清算 所以我们讲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第二单元 这个地方我们是把普通合伙企业 重生到死的这个过程给走一遍 那先来看普通合伙企业的设立 第一 要有符合规定的人 这个符合规定的人 首先体会体现为数量 应该有两个以上的合伙人 合伙人人数大于等于2 紧接着 合伙人可以是具有完全明示行为能力的赞人 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赞人 法人 其他组织 但这是投资 所以在投资时点上 赞人必须要完全明示行为能力 听一遍够了 往下走 有五种人不能当普通合伙人 只能未来成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这五种人要倒背如流 哪五种 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单位 和公益性社会团体 所以未来我们在设立这个持股平台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去上市了 那我通过什么平台来吃这个未来上市的A公司的这个股份的时候 也许就会通过一个合伙企业来持股 对不对 我不直接持股 我控制这家合伙企业 由合伙企业去持股 有可能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你要通过合伙企业来持未来上市主体的股份的话 你就要考虑 你是不是国有独自企 公司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如果是 那这个 这个持A公司股份的实体 只能是有限 有限合伙企业 不能是普通合伙企业 对不对 因为普通合伙企业的话 所有合伙人都是普通合伙人 那你要是国有独自公司 不能当普通合伙人 只能是设一个有限合伙企业了 好 收回来 像这种例子 其实我不往这聊也可以 也可以的 不给大家讲那么多 但我希望你 往这个方向去想 为什么呢 咱们学的是商法 就是跟我们学物权法和合同法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学民法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萌的想东西 就是琢磨一些买大白菜的事情 出门买个房子的事情 这种很多规定都是萌萌的想就行了 但是商法 你要一直让你自己萌萌的考虑问题的话 商法你学不出背道了 你只会觉得有很多规则需要背 你只要琢磨 这个东西 它在我们商势应用当中有什么用 这时候你就能把商法给学出 真正学出味道来了 能够学出感觉来了 从而喜欢学商法 而不是一直在记背诵这些规则 所以说要培养自己有商势脑 从合伙企业这里我们就开始培养起 这样的话 未来再学证券法律制度的话 就会相对好一点 要是一直保持脑袋是个明示脑 萌萌的想问题 那上市公司那事就老想不明白 刚才说了 说如果有一个假国有独自公司 他想持有A上市公司的股份 不想直接持股 那么他想通过一个合伙企业去持股 为什么不想通过公司去持股 公司会多一层企业所得税的吗 通过合伙企业的话 我这层持股平台没有所得税的吗 那我是假国有独自公司 那我这个持股平台可以是什么呀 不是可以是什么 只能是有限合伙企业 你不能当普通合伙人 你这个持股平台就只能是有限合伙企业 是不是 它是各种伤势规则 未来会在这种地方去应用 尽量的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伤势脑 否则整个伤法部分就剩备呀备呀备呀 无聊惨了 来往下走 第二个 书面合伙协议 合伙协议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签订 本质上就是合伙人之间的一份合同 要求书面形式盖立 定例 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章之后就生效 合伙协议是签名盖章就生效 但是合伙企业什么时候成立的 它不是合伙协议生效的时候就成立 办完登记 营业执照签发的日期是企业的成立日期 所以这两者注意区分开来 协议是签字盖章的时候就生效 企业是要这个营业执照签发的日期 是它的成立日期区分开来 那么签订的时候是全体协商一致来签订 修改补充的时候 有约定按约定 没有约定经过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去修改补充 来了 我们的内部治理高度灵活性 在这开始体现了 有约定按约定 爱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我们甚至可以约定说现在签是全体一致签 未来修改的时候 事务执行人自己想怎么改怎么改 法律你还真管不着 人家碍于怎么约定怎么约定 有约定按约定走 但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修改补充合伙协议 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才行 这是书面合伙协议 紧接着合伙人认奖或实际奖付的出资 合伙人可以用货币 食物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其他产权里出资 如果普通合伙人 他也可以劳务出资 前面这几个是 普通合伙人 有线合伙人都可以 劳务的话 只能是普通合伙人 可以用来出资 好 那你要说这个规定 应对考试 就是赶紧背 针对劳务出资 谁可以用劳务出资啊 普通合伙人是可以的 有线合伙人是不行的 未来公司的股东也是不行的 这就是应对考试 那如果说我们要培养一个商势脑的话 这个地方是个什么事情 你想 我的钱或者我的财力很有限 但是我用什么工具的时候 我可以实现我的控制力更大呢 你比如说 A这个上市公司 王某想要通过某些工具 让他自己对A上市公司的控制力 或者是持股的数量更多 他可以怎么办 第一 要是钱是无止境的 那就扔钱呗 关键他手上只有一百万 首先他可以用这一百万 比如说换得15%的股权 15%不够 我还想增强控制力 怎么办 王某可以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 以劳务出资 设立一个B合伙企业 然后找一帮其他的人 来当有限合伙人 那不同的情境下 这帮有限合伙人 有不同的可能性 对不对 在这你要凭什么 凭作为B合伙企业的 这个普通合伙人 王某是可以劳务出资的呀 我不花一分清钱 我只是劳务出资 由这些有限合伙人 给我交五百万进了 拿这五百万去换A上市公司的 更多的股权 比如说25%的股权 我瞎说一个数 这时候我这边劳务出资 我是普通合伙人 我还可以执行这个B合伙企业的事务呢 那我两头 这边是我的亲钱买的 这边我通过B 我再执行事务 控制A上市公司 25%的股权进来 那我对A上市公司的控制力 是不加强吗 所以吧 不要老是萌萌的想东西 要培养自己的上市脑 说普通合伙人可以是劳务出资 那当我架构出一个 合伙企业持股平台 我去做普通合伙人的时候 我是可以通过劳务出资 去完赚更大的一个上市公司的控制力 对不对 不萌了 我们开始想上市公司的问题了 对不对 好 但是 纯考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话 这个圈圈里头的东西就够了 好 往下走 评估 合伙人以实务 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 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 需要评估到 合伙人协商确定 也可以由全体合伙人 委托评估机构评估 可以去评估 也可以协商确定 紧接着 普通合伙人以劳务出资 评估办法是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 并且在合伙协当中在明道 因为劳务怎么评估 这个我们没有一套规则 未来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考这个资产评估师 考资产评估师 他会教你啊 这个实务有什么规则去评估等等 但劳务怎么评估啊 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则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全体合伙人 来协商确定的 你可以去评估没问题 但评估办法 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 好 第三 非货币财产出资 要按照规定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也就是 你别欺负我是个合伙企业 你拿房子出资 你得过户到我合伙企业的名下了 我虽然是非法人组织 但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企业的 我是要领取营业执照的 我是独立企业的 好 并且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企业财产和合伙人财产要注意区别 对不对 好 有合伙企业的名称 某某普通合伙 但普通合伙企业一定要标明 普通合伙字样 未来特殊普通合伙企业要标明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字样 未来有限合伙企业要标明 有限合伙企业字样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或者你去百度一下也行 像我们有时候会去一些写字楼 写字楼在一楼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名牌 就在这个写字楼办公的 这个企业有哪些 很多很多名牌 那么有的是有限责任公司 有的是股份有限公司 有的就是叉叉快捷事务所 扩号普通合伙 叉叉什么企业 扩号这个有限合伙 那这个合伙企业的性质 在名称里头要打扩号标明 往下走 合伙企业的设立登记 那么这个地方 今年教材新增的内容 登记哪些和备案哪些 是可以互为干扰下 形成文字型的 单选或者多选的 那么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把登记事项 踏踏实实的去巩固记忆下 名称合伙类型是普通合伙 有限合伙特殊普通合伙 基因范围 只要经营场所 出资额 但是具体任角石角的 数额期限等等 这个是备案的 但出资额本身要登记 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是谁 合伙人都是谁 名称或者姓名 住所承担责任的方式 另外其他事项 这是我们谈到的 要登记什么 备案什么 就留给自己去看一看 像这种合伙协要备案 合伙期限要备案 还是很容易作为干扰 想出现的 往下走 刚刚我们讲 合伙协是签字盖章的时候 这份合伙协就生效 但营业执照是签发 是成立日期 成立是营业执照的签发 作为成立日期 往下走 合伙企业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 去公示年度报告 登记相关事项 了解 如果提交虚假材料 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 隐瞒重要事实 取得合伙企业登记 那么受虚假登记影响的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是可以向登记机关提出 撤销合伙企业登记申请的 另外第六 这个变更登记 涉及变更登记事项 我们提出了 做出决议决定 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期 30日内去申请变更登记 这里是30日内 肯定有单项选择题的风险 还是比较重要的规定 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是决意做出加30天 有些是事项发生加30天 好 第七 歇页备案 这个我觉得很容易形成多项选择题 我刚才讲了仨题了 是不是 第一是登记事项和备案事项 可以形成文字形道 单选或多选 多选为主吧 第二这是单选题的出题点 做出变更决议决定 或者发生变更事项之期 30天内 第三就是歇页备案 因为自然灾害等等 最近这几年主要是疫情 经营困难 合伙企业可以自主决定 在一定期限内歇页 另有规定除外 歇页前办理办案手续 歇页时间不得超过三年 这都得记 歇页期间如果开展活动会被视为 恢复经营 那么要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歇页期间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代替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 以他的这个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为住所 为经营场所的意思 正好是凑四个选项 那这道单选或者多选题吧 还是要充分关注 歇页备案是我们疫情环境下一个 比较心也比较热的东西 那么这个 和合伙企业的设立登记这里 今年新增的 我就主要给大家聊这三个角度的出题点 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把教材所有的东西搬进来 您记不住 所以我就干脆不搬那么多了 我就搬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然后再给大家指出来有这么三个啊 您先把这个搞清楚 搞完了以后还有时间 自己再看一下教材去 这样双保险更好 好我们看一下这块去年涉及到单项选择题 根据规定 下列主体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到 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 那上市公司 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 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都不行啊 所以就只有一般的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了 好 递选项 靠五种人不能当普通合伙人 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 好 根据规定 下列关于普通合伙企业 设立条件的表述 正确的有 A 有合伙企业的名称 和生产经营场所 得有吧 有口头或书面合伙协议 不 要有书面合伙协议 口头的不行 2 两个以上的合伙人 这对 D 有合伙人认缴或者使缴的出资 对的 认缴使缴都允许 ACD 好 第七个题 贾一炳准备设立一个普通合伙企业 20年5月10号 三人口头约定 协议内容 要书面约定 现在口头有问题 明确 合伙企业在出资后成立 5月20号 签了书面合伙协议了 那OK 5月30号 按约定缴纳出资格 6月5号 颁发营业执照 合伙协议的生肖日期是 签字盖章的时候 5月20号 合伙协议的成立日期是 营业执照签发日期 6月5号 所以看他问什么 他问生肖日期 那这个题就选B 要是问成立日期 那得选6月5号 好 再往下走 甲乙丙定四人 你共同出资成立一家 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协议约定 甲用货币出资 以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资 并用专利技术出资 丁用劳务出资 那劳务出资是最值得关注的 因为 只有普通合伙人可以 这是普通合伙企业 丁只有普通合伙人 那可以 对出资的评估和交纳办法 没约定怎么办 A 甲的货币出资不得分期 我们没说这个规定吧 好 所以爱分期分期 合伙协议区约定去 B 也可以自行委托评估机构 来评估土地使用权的价值 这个地方 坑点挖在这个 自行评估这几个字上 咱们 土地使用权 拿去评估是可以的 要全体合伙人委托评估 不是私底下自己去评估 C 丙的专利技术可以由全体协商确定价值 也可以自行委托评估 全体协商确定价值是对的 评估也是对的 但评估不是自行委托 是全体合伙人来委托 D 盯的劳务出资价值的评估办法 全体协商确定 合伙协商占领 正确的 所以这道题正确的只有递选下 好 根据规定下来主体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道 那么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不行 上市公司不行 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不行 所以就只能选定 所以我说 这个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 这五种人不能当普通合伙人 要到北如流 好 再来 合伙人以劳务出资到 确定评估办法的主体是谁 全体合伙人 选择A选下 好 再来 下来关于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的表述 正确的是 非法人组织 可以啊 我们没有禁止 我们是完全明示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所以他不能成为普通合伙人 有点奇怪 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 是不能成为合伙人的 B对 B错 C 限制明示行为能力人 成为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不行 投资的时候 必须完全明示行为能力 日后要没能力了 也不能当普通合伙人 只能转为有限合伙人 或者转不过去就开始退伙了 所以这个题要选择递选下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普通合伙企业的朔利 各个方面的要求 那么今年这一块要求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把这个考点四 我们考察的角度要点 笔记要整理好 稍微补充一句 咱们第五章最后有三个总结 有些内容三个总结涵盖了的 其实没有必要分别在前面做笔记 后面同一辈就行 但是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 普通合伙企业设立的这个点 有很多细节后面三个总结是没有涵盖的 所以这个听课 或者说现在听完了 你得倒回去 把一些要点整理一下 这样回头在巩固记忆的时候 就好巩固记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合伙企业财产和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首先合伙企业财产包括哪些 这是一个惯有的多项选择题 合伙人的出资是合伙企业财产 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收益 要构成合伙企业财产 还有合伙企业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 比如说别人送给合伙企业的 这是他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吧 合伙企业自己在经营的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技术申请到专利权了 那这也是合伙企业财产来的 好我们看这 惯有的多项选择题 下来构成合伙企业财产的有 A合伙企业的未分配利润 对的呀 这就是企业财产吗 他自己挣来的东西 合伙人的出资构成 合伙企业的债权应收账款 构成 合伙企业合法取得的奏资财产 构成的 所以ABCD要全取 好 合伙企业财产 它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 独立性意思是独立于合伙人 也就是 这个合伙人拿房子来出资 投入到合伙企业之后 那过户到合伙企业名下了 合伙人就没有这个房子了 房子是合伙企业名下的 你学过这个物权变动了 当从我这个王某的名下 转移登记到合伙企业名下 那这个所有权就归合伙企业了 合伙人就没有所有权了 好 那合伙人把房子投进合伙企业之后 换回来什么呢 换回来一个东西叫财产份额 叫财产份额 类似于公司的股权 但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当中 叫财产份额 财产归企业 我换回来财产份额 这个要分清楚 好 第二 合伙企业财产具有完整性 意思是 除非你这是退货 可以按规定处理 没有规定在清算之前 不能请求分割企业财产 合伙企业财产由合伙企业统一去支配 不是分割给合伙人各自去支配的 除非你这清算 或者你这已经在办退货结算了 好 紧接着 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 或处分合伙企业财产到 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 上一第三人 什么意思 谈到A合伙企业 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长期由他的合伙人王某持有 那王某如果以他自己的名义 把这台笔记本电脑卖给李某 首先 王某不是以A企业的名义卖的 以他自己的名义卖给李某 这叫什么 无权处分 对不对 那站在李某的角度上 首先他看王某拿着笔记本电脑 这个笔记本电脑上也没有什么特殊标记 你说你这电脑要是贴一个冬奥资产 那李某买的时候就是非善意 对吧 啥也没贴 我卖给李某 李某是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 这是A企业财产的一个善意第三人 然后紧接着 以市场价买的 并且已经交付给李某了 第三章不白学 这个地方李某可以善意取得这台电脑的所有权 电脑归李某 A的损失只能找王某要去 A不能要求李某返还电脑 这就叫合伙且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嗯 好 来我们看一下 18年的这道单项选择题 贾是普通合伙且的事务执行人 贾为清场他对合伙且以外 第三人以的个人债务 就把合伙且的一个工程价 机械 以25万元的市价卖给善意的饼并交付 这个题绕就绕在 贾要清场他的个人债务 然后把企业的工程机械卖了 咱一事一事说 这个工程机械是合伙企业的 贾拿出来 卖给饼 那么假设无权处分 对不对 这个饼 它是一个善意的饼 这个机械是以市价卖的 机械已经交付了 所以机械归饼 卖回来 25万 这是机械的代位物 要是能控制到这25万的话 企业是可以把这25万拿回来的 现在 假把这25万 那20万清产给已 剩下那5万吃喝完了 也全空了 根据规定 下列表述正确的事 A 合伙企业可以从饼处取回工程机械 那么有 因为饼善意取得了 C 假饼的工程机械买卖合同不成立 不会啊 无权处分不影响合同效力的 所以不会什么不成立 D 合伙企业有权就损失向假追查 对啊 他私自处分企业财产 对企业造成损失要追查的问题 比较烦人的就是这个B 所以要把20万元的款项 直接还给合伙企业 没有 没有 钱是假 卖别人东西换回来的 但是拿回来之后 如果 企业能控制到 这25万 企业拿走没问题 但控制不到 花出去了 就归已了 所以我们 有一个词叫 洗钱 大家听过吧 假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有一点点那个 洗钱的那意味啊 这是卖别人东西得到的25万 但这25万 钱是不会带着污点飞走的呀 其中我20万清偿给你 这20万 你就取得所有权 你可以进一步支配了 到以手上的钱就洗干净了 这25万 在假手上是脏钱 但是到以手上的时候就洗干净了 以手上这钱是干净的 或者你套个别的例子 说小偷偷了5块钱 他拿这5块钱去找水果摊的摊主买了一苹果 那水果摊的摊主 拿到这5块钱是张干净钱 或者再换一个角度 以毕竟他借给假20万了 然后再换到了这20万 他这钱是干净的 他是有代价取得的 所以企业的损失 你只能找假要去 谈不上 把以手上这个已经洗干净的钱 给弄回来 所以谈不上 再返还给合伙企业的问题 所以这个题只能选择递选项是对的